真的給你拉到了 比耐心比技巧 一隻隻火跳跳鮮蝦入手 老手釣客很厲害 最快兩到三分鐘 就有一隻送上門 但江湖竟然有位傳奇人物 叫知名 最高紀錄三小時 能釣138隻母蝦 跟我師父有認識 他就跟他講說 不然你不要釣好嗎 你釣釣的你也不要吃蝦子 那乾脆你看你要多少斤蝦子 我直接叫廚房拿出來給你 所以後來我才知道說 他釣到 竟然釣到讓釣蝦場的人 有沒有都聞風上膽不給他釣 連他的土地都讚嘆 十年前跟著知名跑遍各大釣蝦場 甚至還被三重如舟 釣蝦場列為拒絕往來戶 平均一小時能釣46隻 差不多一分半就能釣到一隻 看看土地有沒有這麼厲害 一般般過去還沒釣到 只是釣蝦場真的會賠錢嗎 有老闆透露 一斤母蝦大約25隻 進貨價約240元 釣蝦場平均兩小時600元 高手大約也只能釣到一斤 怎麼算幾乎不會虧 基本上是不會虧錢 我們會知道說誰特別會釣 所以會大概記一下人臉 對啊 可是不會把他扣分 不會說我來釣了 好 來照 好 謝謝 拜拜 人來訪問黑名冊 大多也只是流傳 頂多眼神交匯 點點頭 記住臉龐 最秀特張靴 頂多了